所为胡志明小道的一部分,20号决胜路总长度120公里,是支援南部战场的主要公路干线。 这里曾经教授美军数百万吨炸弹的轰炸,上百万名干部和战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条路上。 现在许多革命战士的纪念碑、纪念碑以及赫血现被战功的石碑沿着20号决胜路得以兴建。 每当冲游20号决胜路,我都禁不住地回想起当时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,心里总感觉很激动。 跟随探寻长山传奇小道之旅的旅游线路,有客可以参观当时越南部队的驻扎地, 在长山烈士陵园邵乡、打卡越老边界界备等诸多苦涩旧置。 游客也可以探访,居住着不如云桥俗同胞的村庄,品尝当地特色菜肴,感受越南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。 在探索当地历史文化的同时,探寻长山传奇小道之旅,还将游客带入损伪壮观的长山山山脉景区中。 亲眼目睹,曾经因敌人炸弹的轰炸,而一度变成废墟的一片片森林,如何预火重盛,换上新的旅意。 推出探寻长山传奇小道之旅的新旅游线路,我们希望让游客对越南抗美战争那段历史时期有更深的了解。 此外,带动不入云桥族同胞吃上旅游饭,走上致富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